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车载挂件的编织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款式 这个呢是夏日葵,风铃花,新带路,大耳狗 那这三款的这个主体勾法是一样的 这里的主体呢指的就是一二三四 这四圈勾法相同 夏日葵款呢区别就是这个第四圈花瓣部分 其他的呢就是这个装饰的配件部分 最后给它组装到一起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学习主体部分的编织 材料包呢会给大家配好这个圆环 用线以及勾针工具还有配件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学习主体部分的编织 我们首先呢要在这个圆环上勾上这个短针 那第一圈呢一共五十二个短针 我们先拿出线材 这样右手拿好线头 然后左手挂线 小头指绕线 然后实质挑线 大幕主要中指捏着这根线 然后我们拿出圆环 将这个圆环放到线的上边 这样大幕主要中指捏着线和圆环的位置 勾针穿到圆环里 放到线的上边 勾针头这样勾线 把线给它勾出来 带到圆环上 好像这样勾针在圆环上面的 然后勾针这样绕线 从勾针上线圈里把线勾过来 这样这个线呢就固定在这个圆环上了 然后在圆环上勾五十二个短针 在勾的过程中呢 这个线头顺着圆环的方向 这样给它拿好 勾的时候可以给它边勾边藏线 我们看一下短针的勾法 勾针穿进这个圆环里 这样穿针过去 然后绕线 好 勾线出来 勾针上呢 有两个线圈 然后我们勾针绕线 从这两个线圈里 把线勾过来 这个呢就是短针的勾法 那看一下这个针目 针目呢 它是一个V的形状 小辫子样的 我们在这个第一针上呢 挂上记号扣做个标记 像这样从侧边穿过来 内侧呢 扣住针目 扣在这个第一针上 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共勾五十二个短针 好 接着再穿到线圈 看一下 线头和圆环 是在勾针的上面的 这样勾的时候呢 可以边勾边藏线 然后绕线 勾线出来 将线带到这个圆环上 像这样勾针也是在圆环上的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然后勾针绕线 从这两个线圈里 把线勾过来 接着穿到圆环里 然后绕线勾出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穿进去 绕线勾出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已经勾了 G要扣式第一针 数这个针目 就是小辫子形状 一二三四 已经勾了四个短针了 勾的时候呢 也可以像这样 边勾边数一下 穿进圆环 绕线勾出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好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呢 我们一共勾52个短针 勾完之后 再看一下 后面的讲解 看一下 勾的时候 这个线头呢 就已经藏在 这个纹路里面了 藏好一段距离之后呢 就可以剪掉了 好 接着大家再继续编织 围绕这个圆环呢 勾到第52针的时候 再看一下 后面的讲解 现在52针呢 已经勾好 然后在第52针上 挂上记号扣 勾完之后 看一下这个针目呢 是在这个圈的边上的 注意这个形状呢 不要这样扭过来了 给它整理整齐 然后接着继续勾第二圈 好 我们可以这样给它填满 然后接着勾针 穿到这个第一针 这个记号扣呢 我就不许下来了 这个针上边呢 是一个辫子形状 穿过的是这个针目 然后拿出第二圈的线 勾这个小花边 这样右手先拿好线头 左手挂线 小手指绕线 然后十指挑线 大目指和中指呢 捏着这根线 将这个线 递到这个针针的后边 和纸片捏在一起 针针绕线 把线勾过来 针针上两个线圈 勾引拔针连接 前面线 从后面线圈里 直接勾线过来 这个呢 就叫引拔针 引拔连接之后呢 这个第一圈的线 可以给它拉紧一下 将这个后面呢 给它这样收紧 收紧好之后 放在这个桌面上 将这两个线呢 给它这样扣一个结 扣好结之后 给它拉紧 那我现在正在 讲解的这个款式呢 是这个风铃花 如果说你拍的材料呢 是其他款式的话 像带这个铃铛 那你这个第一圈 颜色的线呢 大家剪掉的时候 可以留15到20厘米的长度 最后用于缝合铃铛 因为我这个呢 不用缝铃铛 所以我就不用留那么长了 好 大家这样区分一下 好 扣好之后 接着我们继续 勾这个第二圈 线头离到后边 首先呢 勾一个变的针 勾针绕线 从勾针上线圈里 把线勾过来 这个变的针 是作为短针的起立针的 它是不算针数的 就是给它起立点高度 然后我们接着 在勾第二圈的时候 勾针穿针的位置呢 看一下 这个针目的形状呢 它是像这样一个 微的形状 小辫子样的 有着两根线组成 我们接下来勾针 在穿针的时候呢 就是从这个针目的中间 也就是小辫子形状的 这个中间这样穿过去 挑靠近我们的一根线 勾第二圈的滑边 那你看 剩的对面这根线呢 是接下来勾第三圈的时候 穿针位置 大家要知道 好 来看一下 我们取下第一针记要扣 勾针穿过第一针 你看这是第一针的针目 从针目的中间穿过去 挑靠近我们的这一根线 那剩的对面这根 你看就不用管它了 穿过去之后呢 然后我这个风铃花款 这两个线的 我就直接给它放在勾针上 这样边勾边藏线了 其他款要缝铃铛的话 这个第一圈的线 就给它放到一边 只藏这一根就可以 好 这里就是顺便给大家刚好讲解一下 我们把这个线头 放在勾针上之后 勾针这样绕线 把线勾过来 好 然后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这样勾了一个短针 在这个短针上 挂上接耳扣 侧边穿过来 内侧勾住针勾 勾完这个短针之后呢 将这个质片这样折过来 我们这个时候呢 找到刚刚剩的对面这根线 好 这里我们提前给它找好 这样挑一下 看一下 也就是这一根 因为你在勾这半根的线的时候呢 这样拉着的时候 这根线呢 可能会缩短 大家仔细的找一下哈 扣好之后 我们就知道这是第三圈的第一针了 这样先标记好 然后继续勾第二圈 那一个短针勾好之后呢 接着勾三个变的针 勾针绕线 从勾针上线圈里 把线勾过来 一个变的针 绕线勾过来第二个 绕线勾过来第三个 然后还是底边同一个位置呢 再勾一个短针 那还是穿到这个第一针 半根线这个地方 就是刚刚入针的位置穿过去 线头一直给它放在勾针上 边过边藏线 好勾线过来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这个小画边呢 就是一个短针 三个辫子 一个短针 都是在同一个位置 那勾完第一个画边之后呢 然后接着后面我们要空一针 这里针母如果说觉得 聚在一起的话 可以这样给它稍微的拉一下 将针母给它整理开 然后紧接着后面这样 给它空一针 在下一针开始勾画边 那就穿到这一针哈 看一下空一针 下一针呢 穿针母中间条 靠近我们一根线 线头放在勾针上 藏线 好这个标记就拿下来了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绕线勾过来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勾一个短针 然后接着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还是底边同一个位置 你看勾短针的地方 这个线呢 是往上提的 这个地方呢 也是很明显 这样就穿过这个地方 好 穿过这个孔 勾线过来勾短针 这是第二个小画边 然后接着呢 这个后面我们再空一针 新手刚开始学的时候呢 可以仔细一点哈 注意不要 嗯 空针空错了哈 你看空过的这一针 要找好 紧接着到下一针了 然后我们这样 直接在下一针 穿针母中间条 靠近我们一根线 绕线勾出来 绕线勾过这两线圈 勾一个短针 它中间是空一针的 然后接着再勾三个辫子 一二三 底边同一个位置 你看这个线是往上提的 有这个孔 直接撑过去 好 现在呢 已经勾了三个小画边了 好 然后继续编织 紧接着空一针 下一针 勾短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呢 把第二圈的小画边呢 一直勾到这一圈的结尾 再看一下后面的讲解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线头 你看在勾的时候 已经藏在这个纹路里面了 就可以剪掉了 将这个线头剪掉 好 大家再按照这样的方法 看一下这个针母呢 都在这个边上 不要扭过来了 勾到结尾处 再看一下后面讲解 第二圈的小画边呢 已经勾到结尾了 勾完之后呢 你看最后是剩一针了 这样就是对的 好 取下最后的记号扣 就不用勾了 然后直接和记号扣第一针连接起来 穿到这个第一针里 好 勾线过来勾引巴连接 好 将这个线这样拉大 后面呢 剪掉 给它藏线头就可以了 将这个线离出来 然后拉紧 穿到防针 我们就给它穿到这个反面 藏在这个织物的纹路里面 这样给它缝过去 然后呢 给离正期 推回来隔着一根线 这样给它隔着一根 穿过去之后呢 然后再继续往前 穿上去 然后再继续往前 然后剪掉就行了 然后再继续播第三圈 第三圈和第四圈的颜色是一样的 谢谢大家